无需任何处理,可重复使用60次 近日,一款可灭活新冠病毒口罩在安徽省合肥市投产 记者走进安徽盒子建昌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探访这款高车级口罩 记者在口罩生产车间看到 该款口罩与普通口罩从外形上并无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橙红色的颜色 而这主要是因为其材料中含有具有灭活功能的活性金属铜离子 它的原理主要是氧化铜离子 从这个无防部里面在它空气中 对附着的细菌或者病毒进行杀灭 这是它的整个的原理 因为这个离子它杀完了以后 它还会存留在这个纤维里面 这就会导致整个口罩 它其实可以反复使用 正如我们的专家所说的 它一只口罩可以反复使用60次 记者从乡长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出具的测试报照中看到 含氧化铜聚饼锡仿沾非制造部材料 对这种低度的新冠病毒都有明显的灭活作用 这个技术我们是经过了香港大学国家实验室中心的主任 然后管理院士给我们做了安全性的论证 以及它有效性的验证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了三个月时间的研发 然后最终做出了这样的一款 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灭活的口罩 据黄玉浩介绍 该公司团队在今年4月份 开始新冠病毒灭活口罩的设计研发 通过与国外特员团队合作 在全球率先将氧化铜无纺布 运用到防护口罩中来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该公司迅速建设了生产基地 并取得了国内外上市所需的各项检验和注册 目前 该公司是河北市日产能最大的高端口罩生产企业 已接到国内外口罩订单2.5亿只 生产排期在两个月以上 订单成交价预计在15亿元人民币以上 口罩的生产 我们也会考虑继续扩大产能 扩大投资 第三点就是我们对一些贸易型的这块的专业性 会有所提升 就是我们会服务好这样的一些公司 把我们其他的疫情物资的这种产品加进去 感谢观看